找一文书法课风波持续延烧 一名华裔男子因为不满教育部 在华小推行找一文书法艺术的决定 竟然到行动党万里望周议员 周景欢的服务中心外 杂弹抗议 遭到警方逮捕 周景欢证实 该名华裔男子已经获得释放 此外 巫统古来区步在脸书上传 行动党发动门户拜访 企图取消找一书法单元的视频 由于拍摄视频的男子 言论涉嫌煽动种族情绪 行动党鼓来区步为此报案 找一文书法课掀起千层浪 画面上的这名周姓华裔男子 因为不满行动党在找一文书法课题 没有为华社发声 竟然带上鸡蛋 到行动党万里望周议员周景欢的服务中心外 杂弹抗议 Pillard Até That When You Can 监视 тебя与监视 监视AU 监视频 监视 drought 监视 dough 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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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名华裔男子之后遭到警方逮捕 行动党万里望周议员周景欢 今天凌晨在脸书发文告指出 他在得知周姓男子被捕后 已经到斗华警局了解情况 并给予对方协助 他强调他的助理虽然在报案后已经消案 但警方依然扣留男子住查 周景欢也透露 涉案男子已经在今天凌晨1点45分获释 他强调他明白周姓男子是热心市民 昨天所发生的事没人想看到 他不会向对方采取任何对付行动 另一方面 巫统古来区部脸书专页 昨天也分享一段指责行动党登门拜访 以取消找遗文书法课程的视频 如与长进人的言论涉及煽动种族情绪 引起火箭古来区部的不满 行动党古来党编黄博洋 市议员玛丽娜等机层领袖 已经在昨晚8点到古来警局报案 要求警方调查相关视频 以及对口出恶言的男子采取对付行动 NTV7综合报道 我后来给你带来 把词内容了 我们先给大家看 我看来